昨天下午大连市又有四例确诊患者和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了 出院之后确诊病例将会继续在定点医院进行14天的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将继续在隔离医院观察场所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那据我目前所知呢 大连市内继11个确诊病例和8个无症状感染者共计19个患者出院 大连此次疫情患者的年龄分布比较大 既有88岁的老年患者 也有只有3个月大的宝宝 还有顺利完成剖工产手术目前母子平安的产妇 是我们来说一说88岁的患者刘莫 是这次疫情当中大连确诊患者当中年龄最大的 患有这个核病高血压脑中风等多种基础疾病 对经过治疗团队的精心治疗或护理 老人家病情逐渐好转了 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成阴性 经过联合专家组的会诊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出院的标准 老人家已经在5号那天顺利的出院了 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觉得太孤雾士气了 可不吗 而就在昨天大连地区是浦江大雪 一时间整座城市银庄宿果 很多人都在转发美丽的雪景 是啊 而有一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迅速被锁定 就是这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还以为就是普通的雪景图片 可是顺着这个镜头 有远及近 你会发现 这是有一群人在推着一辆满载的三轮车 在漫天飞雪中逆风前行 是啊 这一组影像拍摄于大连海洋大雪学生公寓 自从学校封闭以来 学生在各自的宿舍隔离 一日三餐 生活和防疫物资 都是由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统一配送的 是啊 昨天赶上了大雪 那大雪天的道路湿滑 运送防疫物资的车辆无法正常的行驶 那志愿者们就用三轮车装满了物资 一步步的推行送到每一个学生宿舍 教师王海鹏和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的学生 纪扬拍摄下了这一组图片和视频 那一刻可能您正站在温暖的室内 喝着热茶 在窗前欣赏着漫天雪花的美景 可是那一刻狂风大雪之中 一车祸一群人 他们跌倒爬起 一路蝉扶一路向前 所以我们在北方的大雪中 心中依然有艳阳高照 嗯